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张29岁 来自黑龙江网络推广 苗苗25岁 来自黑龙江销售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认为你们婚姻中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公公 我丈母娘 我公公一直给我画大饼 他呢只知道躺平 我丈母娘一直不喜欢我 我喜欢不仅不画解矛盾 还煽风烈火 那你后悔结婚了吗 没有 我认为家庭之间有点矛盾 是挺正常的事情 如果他一直是这个态度 对家庭的话 我真的有点后悔 跟他结婚了 小张和淼淼 刚刚宋宁老师说 你们俩看起来 特别像动画片 他小时候看的 没头脑不高兴 太像了 你先说谁是没头脑 谁是不高兴 他一看就不高兴啊 他就没头脑啊 我就不像你那么傻 我不说 我们从这个不高兴的 先开始讲 为什么不高兴 我是三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我一直是跟我奶奶一块生活 就一直得过到 是上高中以后 才和父母一块居住 就我从小就不会 与父母那一辈的人去沟通 就导致了就是 他妈对我印象特别不好 我们来这个节目呢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太多了 我觉得我俩解决不了了 就是有一天 他和他朋友 还有他朋友对象 我们四个人吃个饭了唱歌了 行呢放松一下开心一下 结果可好唱完歌马上回家了 他朋友就贼生气的一个平起子 就直接飞到我脑袋上来了 直接就给我打了 第二天我是不是也跟你道歉了 我说人家喝多了 我说我都喝得五迷三道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俩酒量 然后他就说我偏激 我就不知道我哪儿偏激了 因为那天我跟他道歉了 他就来劲了 突然间 我现在想想 我都怕我老公哪天打我 哗哗哗 打四尾好几个嘴巴 这是什么逻辑 就是你被别人打了 为什么又要抽自己 打得不疼是吗 生气 不是 是生气 我说 我说他朋友故意的 他就说 他朋友就是不是故意的 当时情绪上来了 我就贼生气 我还不舍得打他 情绪到位了是吗 对 然后我还不想砸东西 你砸东西毕竟费钱 然后我就先拉倒吧 我打自己嘴巴子 边打自己边说 我说你要感觉你不开心 我跟你朋友道歉 你把你朋友叫过来陪你 我回家待着 哪有说吵吵架 突然间打自己的 你说再真的哪天吵架了 你在上手动我 我还能打过他 你说他这个体格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女孩子虽然话说的不多 但是能看得出来 生气凌人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点强势 男孩子为什么会出手 抽自己大嘴巴子 完全是已经实在没有招了 我说不出来话了 已经拿这种过激的行为 他是生自己的气 我嘴怎么这么笨 我连那个话我都说不明白 但是过后 他把这个事跟他妈学了 他妈就说 哎不行啊 这个人挺偏激的 你得考虑好了 你再能跟他那个 在不在一起 当时你告诉你妈妈了 你妈妈告诉你 这个人偏激 你为什么没跟他分手 我俩其实能到一块 其实也挺不容易 我老公大概追了 我有一个多月 有一次我生病 我老公来了 我因为打点滴嘛 我自己换药麻烦 我老公又是帮我收拾屋子 然后给我做的粥 就挺暖心的 我就觉得那慢慢了解吧 才说相处 但是后来我又觉得 我老公有时候吧 发起脾气挺吓人的 他发起脾气 就这一次吗 就这一次 这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后面的话 其实我比较强势 就我老公要是真要发火 我比他火更大 就是他家里头 养了两只猫 一只狗 然后那有一只猫呢 就是有一天 莫名其妙地就拉肚了 他就跟他妈说 他说你可能就是 给猫喂生水喂的 然后他妈就说 不是 一定是猫肚子着凉了 非得要给猫 寄个小布点 寄到肚子那块 他俩因为这事又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他妈就贼生气 然后给他咬了 马上他就感觉 哎可真心了 等一下是猫把人咬了 还是妈把我妈把我咬了 然后他就感觉 哎可委屈了 我妈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怎么怎么地的 然后就要离家出走 就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我贼着急 我就开车过去了 现在给他接到我家里头吧 结果可好 就是他妈给他打电话 不接发个信不回 给我 完了电话都打到我这 微信都发到我这了 完了他说 哎你不能接 你接了大家就得分手 就删了个五正行进了 然后我就背着他 偷摸接他妈一个电话 然后他妈说 你让苗儿接电话 我说阿姨他不接 咋整个 他说你要告 你告他 他不接我就报警了 结果就是 他说下午打电话 晚上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派出所就说 你是不是给人姑娘骗跑了 我说你接一下子吧 快接一下子吧 你不接我就出事了 他接完了之后 那个警察还跟我说 哎以后人家事你别管 你瞎错啥心的 这个大哥 也给我一顿鼠子 然后他妈就一直以为 是我不让他接他妈电话 然后他也一直不跟他妈说 苗苗我发现你有一个大问题啊 他妈妈对他的观点 是怎样怎样的 那完全来自于 苗苗跟他的描述 对 我在他妈面前 相当于裸体 假如说这月工资多开了三百 他都能跟他妈说 就细到那种程度 就是他跟他妈 基本上就无话不谈 就有点啥事都跟他妈说 朋友就是好朋友 因为我家庭也是礼 和母亲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 就有什么事 我们都是娘俩打把手 就所以什么 我妈有什么事都跟我说 我也有什么事都跟我妈说 就是处得跟闺蜜姐妹一样 但是闺蜜姐妹 也不会因为一个 猫要不要挂小不条的事 最后变成撕打和咬啊 我母亲一直就是 上来这个脾气 她需要把这个火 宣泄出来之后 然后她就好了 跟我继续就是 还会复到平常 对 不管不顾的 那个时候她妈是没有理智的 但是这么一听下来 我就觉得 其实男生倒不是很极端 对 女生一家还挺极端的 我觉得不是极端 她是脾气急 脾气直 脾气冲 对 就是已经准备 要谈婚论嫁了吗 双方父母见一块 说谈三斤 彩礼 房子的事 我公公坐在那 跟我父母就是说 你甭担心 房子什么的都按 你们要求来 一定可你满意 结果上来第一件事 房子我们俩就出了问题 就奶奶挺心疼 我这老孙子的 然后就给留了一套门市房 那门市房住不了人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房子卖了 付个首付 然后少贷点款 她妈就不同意 说以后能升职 但不想让我卖 我家就涉及到一个情况 就拿不出那么多钱 去付那个高手付 就后期房的压力会很大 我以为她能理解我 结果就是 她也顺从她妈的意思 说那个房子不卖了 卖的房是谁的房啊 我的你的房 她和她妈死活不同意你卖 对 就我和我母亲不同意 就是她卖 你们两个为什么有权做主 她没有结婚之前的这些财产 是卖还是留呢 我们形色 我们如果说把这套 现有的房子留下来 说个房租一个人不说多 两千块钱 我们再买一套房 这不等于我们又赚了一套房吗 那有钱卖新房吗 我们做了一个低手付 贷款很高 就给我整的 其实压力好大好大 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因为怕影响到 他在我那个父母心中的形象 我跟我爸去沟通过 说那个谁还不行 再给我多拿点 因为我父母都再婚了嘛 我父亲再婚之后 就是我在管他要钱的时候 可能要多了 我的那个继母就不是很乐意 就是他俩容易出现家庭矛盾 然后我还不会有效的 去跟我父亲共同 就导致他对我爸的误解吧 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到最后 其实房子的事也是顺利解决了 家里的亲亲又给拿了点 然后付了个低手付 也是让他妈要求买到校区的 结果彩礼又出事了 当时会性格的时候 公公说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彩礼和三斤还有房子 都一块备齐 然后等到结束了 我公共都没说把说彩礼和三斤的钱给我们 就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俩又吵架 那你让咱家面子往哪放 彩礼多少钱方便说吗 就 就是我爸那一半没给 总共是十万块 我爸那一半没给 十万块 对对对 您爸那一半是五万 您母亲掏了五万 我母亲那个就直接当天就给 就为了五万块钱 咱闹到这来了 不不不不是 不止这些事情 后来我就行行行的算了 你房子事都过去这个坎了 我也变为难 大家手里可能也就没有什么钱 那就算了 我就默认这件事了 紧接着又怀孕 然后我们当时怀孕的时候计划 就我一定要顺产 因为朋友又说顺产便宜嘛 结果到零了生产的时候 就我的主治大夫跟我说 不行你孩儿太大了 别抛肤 坏了 我们那时候每个月四千块钱的房贷 然后就没钱了 我说那老公 我说你看能不能管爸先要点 或者是回头我们就是有钱了 再给老爷子也行 因为确实我们两口子就钱掏没了 在院里我给我公公拿句话 我公公说钱我可以给你 但这个钱我得从财力里扣 给了两万块钱 反正我爸说从财力里扣 然后我就没招了 我就得哄我媳妇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就是稍微哄一下 说爸给我们拿了两万块 然后呢就是放心身 媳妇 等到以后再提到财力的时候 将来你爸爸哪怕只给个三万 我就不信你也挣不到两万块钱往里填 当时太着急了 就是那边那个大夫让签字 说那个你得给我签个保证书 他说如果你媳妇现在不跑 要一心想顺的话 就是胎儿出现什么胎死了 还有那个就是并发症这一类的 给我们全权负责 然后当时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直接着急 我就开免提了 然后他就听着了 直接听到的 你媳妇说为了给你省钱 决定顺产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 就感觉自己挺无能的 实话 到现在为止 那两万块钱 抛股产的钱给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有什么努力的打算吗 其实想努力 因为我是给饭店和实体店去做推广 然后我就挣的其实挺少的 那就不能够自己去找一点副业吗 找副业了已经 找了什么副业 代价 这也算是在努力吗 对 但是那个我体制说话挺对不起 有爱人的 就是生完孩子一百天之后 直接给孩子做奶厨 上班去了 就是我说这件事 我挺好 就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 我觉得我在这件事 挺对不起 我女儿的 因为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 其实 其实我 挺心疼我先生的 但我后来发现就是 我在心疼她的时候 她就 没有心疼过我 因为我们两个人现在养孩子开支很大 房贷又压力很大 我们日常开销 就我当时 上班的时候 跟我老公和我婆婆说 就给孩子把奶断了吧 我说我也要去上班 分担我先生的 难处 我白天要上班 然后晚上因为孩子比较小 可能就还要 喂 那个夜奶 然后有的时候 我先生在家 也是全程我自己 几乎是自己带孩子 然后孩子可能 饿了的时候 就 我只能先顾着孩子嘛 我就 拜托我先生说去冲个奶什么的 我老公可能当时在打游戏 就会跟我说一句很伤我心的话 就说媳妇你等一下 我把游戏打完了 然后当时就在想就是说 孩子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他一场游戏可能要半个多小时 我也去冲去了 其实当时就是说那句话 想应付他一下 就没心呢 他能这么难受 就是我其实说我打完这把游戏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已经快放在手机了 也就隔个一两分钟 然后他就认为我没有及时去那啥 就是这一两分钟 让妻子觉得情绪上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被忽视和连女儿也都被忽视 对 我觉得就是真的 谈恋爱的时候拿我当做宝 可能去回家了之后就对我漠视了 而且我甚至有的时候白天要工作 我晚上他领导要写企划 就在前一段时间 就过年那会儿 然后他写到一半 告诉我说 那个媳妇我写不了了 你要帮我写 就因为他我生了一个孩子 我需要照顾 结果现在因为他 我还要去照顾另一个孩子 他春春就像我一个孩子 我跟你学怎么回事 因为我之前是主攻餐饮的 然后他们说就是餐饮现在比较饱和了 你得做一个全方面的企划书 然后我爱人不是做销售的吗 就是美甲和医美这块他比较了解 我当时说 我说老公 我说我要要整孩子 我说你要不要就上网查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都能看到 他说你来做吗 我说那我抱着孩子 我说我跟你说 你去洗啊好不好 然后就出来解决了 就这样 解决完之后 你还是对这个事充满抱怨 还是说会觉得 我在生活里头还能帮到我丈夫 我感觉 没有像以前那样了 包括现在也是 就经常回了家就打游戏 甚至有的时候 为了逃避 可能说不想带孩子这件事情 就约朋友出去上网吧 一打打到后半夜 一个月差不多两次 然后基本上周周要跟朋友出去吃饭 她跟你妈妈相处怎么样 特别好 就我妈把她当亲姑娘看 就可能我在家里头十点零食 我妈得骂我 你猜为什么你妈妈对她那么好 因为我 你妈妈了解你啊 是吧 你妈看的都特别清楚 是吧 问一下这个苗苗啊 你妈妈说对了吗 其实说对一半 说对的是哪一半 以后你可能跟她很辛苦 我妈说你本来 可以不用很强势地 就是去努力赚钱 你可以稍微一套一下男人 怕就怕什么 我觉得我妈有一半说对了 以后慢慢这50% 就变成75% 慢慢就变成100% 慢慢地 你这伙就被拱起来了 小事都得拱成大的 对 你妈妈其实没有一件说对的 我也不认为你嫁给谁 谁都能得到你所期待的那种 靠别人不辛苦的生活 我们所有的这些母亲 夜里都是需要要照顾孩子 白天要工作的 都会在有一个阶段里头 可能忙的是焦头烂额 但不代表说在那个阶段 我们没有去完整的休产假 都来自于家庭的困窘或什么 有的时候来自于你自己 事业心的需求 有的时候来自于 自己希望的一个 就是我精神世界的平衡 所以想躺平的人生 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你妈妈的脑海里 有一个概念叫做 我女儿原本可以过上 可躺平的日子 其实小胖已经是什么 生活中的无力感 他有劲 他不知道往哪打了 我哪怕今天 我说我做了一个滴滴 明天我去麦当劳 监个职 后天我再找个小时工 什么什么的 就这些已经打动不了我老婆 也改善不了我生活了 会变成什么 无力感 我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了 我做什么错什么 这样的生活就越走越往下 越走越可怕 最后就变成了 妈妈说让我离婚 那就离了吧 有些惯例 谈恋爱的时候 一个星期出去跟人聚一次餐 在这个惯例成立的时候 你们家有第三位吗 第三位就孩子吗 没有 没有 那现在家里有第三位了 有些惯例是不是能改改 对 已经在改了 在家多忙活忙活 然后您这头呢 千万别跟妈妈变成一工手同盟 因为我大概率判断吧 就是你妈妈可能曾经有过什么情感上的一些不满足 生怕 你 重导附手 对 所以你妈妈盯着你的婚姻 你的婚姻是你的事 扭头就跟你妈妈说 我自己跑到小胖这儿来的 不是小胖不接你电话 是我不接 说清楚 说清楚 来我们来问问 您是怎么看这一对的 这一对之间的爱意 应该比您和您男朋友之间的爱 要明显和强大吧 其实我挺感动的 特别是听到刚才女生那种 我还是比较感同身受 因为当时我也是就是赏婚赏孕嘛 可能就是对以前的婚姻也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其实我现在觉得婚姻有的东西 它就是可能比较平淡的 然后我也看到你的老公在做出努力 那我希望就是我对那个男生说吧 他又刚刚才生完孩子嘛 你可以去多关心他一下 然后对你们家庭包括对孩子 你可以去多用一点心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特别的合适 只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的问题 是要处理你和他妈妈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点就在于女生这边 我觉得任何他和你母亲的问题 都是可以在你这里得到解决的 只要你这里和你的妈妈沟通好了 我觉得你们家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女儿几个月了 五个半月现在 五个半月 等你的女儿五六岁了六七岁了 想玩具 同学有 我没有 可能想买漂亮衣服 同学有 我没有 这个时候你考虑一下 你怎么跟你的女儿描述她的父亲 这就是我的建议 你是说她胖呢 还是说她努力呢 你是说她无奈呢 还是说她乐观呢 她突然之间有一天 朝自己胖胖的脸上 又打了几下 这时候 这时候你跟女儿怎么解释 她极端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 生活其实不容易 看你怎么解释 生活就看你怎么看 就看你怎么跟你的女儿谈 因为她现在五个半月 你给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她看到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都说过 乍箭之欢 很容易 久处不厌 非常非常难 相处久了以后需要什么 需要磨合期 那你相不相信 再遇到一个人 仍然需要这样的一个循环 你就在新鲜期和磨合期里面 这次循环啊 永远循环下去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非常爱 爱得很深 只不过 今天把这种小委屈 把这种小磨合 拿到舞台上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 有可能把它变成一种粘合剂 润滑剂 让你们的感情更加升温 我一直没怎么说话 我一直在考虑 你们之间爱的特殊性和意义 因为你们俩的经历是相似的 单亲家庭长大 男生对自己父亲的相处的方式 和女生对自己母亲相处的方式 完全两个极端 一个过冷 一个过热 女生和自己的母亲太热了 过界了 过在一起像是闺蜜了 有些话只能闺蜜去说 闺蜜说赶紧离婚吧 她不合适 至于男生 你父亲的缺失 恰恰你就没能学到说 男生或者是丈夫 应该怎么去照顾妻子 没有人教你 情绪是会传染的 你的母亲把她的情绪 传染给你 你使得这个男生 自己扇耳光 你又传染给他 他的父亲把一定的冷漠 传染给了他 所以他就会对你有打游戏 不顾孩子去为奶 那件事情的戏剂 所以说我们不要用情绪来去决定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理智 好不好 你恰恰要通过你们之间的和睦 你们之间幸福去疗愈你母亲的伤 过好你们 对三个家庭 意义都很重大 我是建议您 未来的生活里头 无论如何 不能让妈妈参与太多 你的一个可以在女儿成年后 摇女儿 和在女儿去了男朋友家 明明知道平安 也要扰到鸡犬不宁 宁可以报警的方式 极端的方式 来面对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的 这样的母亲的话 一定不能听 这是我现在就是 能够给出的一些建议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选择 到时候我们自己再想想